歡迎來到第一層本歐蘇小教室 這遊戲大致上分成兩種人 一種是一旦斷了combo就會去retry 另外一種是即使斷了但是也會打完 那這時候你應該就會想 到底這兩種有什麼優缺點 首先我們就先來講講retry流吧 retry流的優點是它或許能夠幫助你減少你在一張圖上所花費的時間 為何我說是或許呢 因為你在不停的retry的圖中 有可能會因此造成錯誤的肌肉記憶 而導致有一些特定的排列會不停的miss掉 結果試了很多次之後反而花費了更長的時間 有一點本末導致的概念 不過如果成功了的話可以省下不少的時間 再來加強步驢串流吧 這個打法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知道這整張圖的樣子 在知道這張圖的哪些地方是比較難的 然後排列是長什麼樣子的前提下 可以讓你的壓力減少 個人認為在壓力減少的情況下 耐力也會跟著提升 而且有些圖鼓 你有可能只需要打兩三次甚至一次就可以fc 不過缺點很明顯的就是 你需要花時間去把這張圖打完 當你在玩一張十分鐘的圖鼓 你就會知道這個打法會有多辛苦 其實統整來看 retry流比較偏向是一種賭博 你賭成功了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時間去玩更多的普面 但賭失敗了你可能就需要花費比不retry流還要更久的時間去fc 而不retry流相對來講比較偏向一個保底的概念 基本上你只需要打個兩到五次 就能靠記憶高機率的fc這張圖 但是你就有一個基本要去花費的時間 時間的長短則是取決於你玩的普面的長度 我自己的話是兩種都會用 選擇方式取決於突補的難度 如果我覺得這張圖是對我實力而言很輕鬆的圖 我會選擇一遇到miss就馬上retry 但是如果是讓我覺得特別吃力的圖 這個時候我就會考慮去把整張圖打完 因為我會想要知道後面的排列長是什麼樣子 這樣我在下次打的時候心裡壓力會比較小 對我而言壓力越小就越不緊張 在不緊張的情況下我的讀圖能力就會好很多 而我的讀圖只要好就可以很快速的fc圖 這兩種玩法就看各位怎麼去做選擇了 有些人可能耐性不是很好 遇到miss就會想直接重打 但有些人比較耐得住性子 願意花時間去摸索整張圖譜的樣子 這兩種玩法並不存在哪一種比較好的說法 你們只需要去選擇對自己而言最高效率的方法就行 感謝收看今天的第一成本歐書小教室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下方按個喜歡跟訂閱 有什麼想法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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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ING階 которой我們請看 按個點就要不要看